因为现在按照典型的军费 实际上是坐训费 人员费和装备费 现在的人员费实际上已经占了整个军费的半壁江山了 所以说他必须其实把人员费这块减下去 而且美国实战又比较多 然后老兵的抚育 大家有些肯定很熟悉 战争创伤综合症等等这些 最后他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给社会治理都带来极高的成本 所以他逐渐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他现在肯定是有很强的动力去推进无人装备的发展 然后另外美军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 这个也是之前很多研究美军 就是我们很多研究机构和智库对美军的研究 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 看他的作战体系 看作战概念 但是其实上从社会角度来说 美军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比如说冷战时候的美军 其实他的整个美军是以白人为主的 但是今天的美军实际上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他的战术部队 尤其他陆军的真正拿枪的 实际上现在已经人种和文化高度的多元化 以至于 有色人人种是占比例越来越多 对 移民 还有妇女 对 而且这个合法移民越来越多 而且他甚至闹出过就是他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士兵 然后在中东执行任务的时候 实际上直接就把枪口对准了这个友军吧 所以就是他的战术部队的人种多元化 造成了他的 他对执行任务有很高的顾虑 其实这个我想一细想的话很容易理解 这一刀都有 我也想一想 但是 对 斯团